柳道友快些展开防御 我们现在已经陷入幻境之中了 若是再不作为将会任人宰割 千古看见柳明此刻的状态 立刻大声提醒道 他化言未落 身旁虚空之中浮现出了一道灰色巨韧 当头猛然斩下 轰的一声其周身的红色株林 表面光芒巨震 树道红灵当即被灰色巨韧一下斩断 不过灰色巨韧也是一阵的碎裂开来 化为一片灰光消散开来 千古也顾不得柳明 两手车轮般的打出一道道法绝 周身的红色株林才稳定了下来 只是表面灵光比之前减弱了几分 不过没有等他心中烧松 四周虚空中光芒一卷 顿时浮现出四五道与之前一模一样的灰色巨韧 带着刺耳的破空绳 朝着千古劈头盖脸的斩了过来 千古脸色大变 再次翻手祭出了之前的那柄紫色玉尺 体内法力疯狂涌入 玉尺表面变得晶莹剔透 光芒大盛 紧接着一团团紫色燕芒 从中四箭击射 拧做了一个紫色燕球 将周身护得滴水不透 轰的一声 灰色巨韧轰击在了紫色燕球上 一连串的巨响 紫色燕球一阵剧烈翻滚 燕芒狂闪不定 不过总算是将灰色巨韧 悉数抵挡了下来 柳明目光淡淡地看了千古一眼 身形一动 朝着前方缓缓地飞了一小段距离 随即停了下来 他左右看了一眼 抬起了手 掌心之中散发出了淡淡的黑白两色光芒 便在此刻 其背后虚空一闪 一只乌青色的手臂浮现而出 手臂上倒到青筋凸起 指尖长出乌黑的利爪 看起来仿佛恶魔鬼手一样 鬼手一出现 闪电般地抓向了柳明小腹的领海之处 乌生乌兮的 柳明似乎仿若未觉得没有回头 猙獰的手臂刚刚挨上他的身体 却骤然荧光大放 浮现出了一套银色肉质铠甲 乌青色鬼手丝毫不停 指尖猛地浮现出道道黑芒 硬生生地刺入银色铠甲之上 扑地声门响 银色铠甲如纸壶一般地被一下洞穿 乌青色的鬼手直接从柳明身前透体而出 鬼手之上鲜血淋漓 掌心之中握住了一柄黑白两色的针丹 乌黑手掌猛地紧握 啪哒一声 将黑白针丹直接捏碎 柳明侧转头颅双眼圆灯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口中喷出一大口鲜血 身上的气息飞快地衰弱了下去 随即头颅垂了下来 不动了 轻骨接力抵挡周围不断出现的灰光攻击 百忙之中看到柳明的情况 脸色顿时大变 眼中闪过了一丝绝望 柳明身后浮现出一个人影 赫然正是阴沟鼻男子 看着挂在自己手臂上的柳明 脸上 脸上挂着一丝残忍的笑容 呵呵 坠入了我的精神领域 还敢如此拖大 靠区区一套肉质铠甲 便想抵挡住我的鬼魔爪 真是死不足惜 阴沟鼻男子有些嘲讽地说道 是吗 柳明垂下的头颅 此刻突然抬了起来 脖子仿佛没有骨头一样 转了半圈 豁然看向了阴沟鼻男子 所谓精神幻境 不过是小小的幻术而已 你以为我连这个也看不破吗 柳明嘴角还沾着鲜血 口中发出的声音 却和之前截然不同 赫然是摩天的声音 阴沟鼻男子眼见此景 脸色大变 一听到柳明的声音 眼中猛地浮现出 惊恐之极的神色 他大吼一声 手臂用力 并要从柳明身上拔出 但是他一用力 柳明的身体 仿佛住在了他的手臂上一样 丝毫拔不动了 柳明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意 身体猛地化作一团黑气 黑气飘散开来 阴沟鼻男子身前的 赫然是一座 一人多高的黑一百石碑 他的手臂赫然刺入了石碑上的幻魔筒之内 魂天碑 阴沟鼻男子一看到魂天碑 立刻发出惊恐之际的声音 随即他眼中闪过了一次很利的神色 另一只手画掌为刀 狠狠地砍向了刺入幻魔筒的手臂 太迟了 一个冰冷的声音传来 幻魔筒之中猛然喷出一股黑色火焰 落在了阴沟鼻男子的身上 刺拉一声轻响 黑色魔焰火光大放 阴沟鼻男子 整个人瞬间被黑色魔焰所淹没 阴沟鼻男子 连惨叫也没有发出 身体便在火焰中 迅速溃散开来 化为了点点的灰烬 消散在了半空中 人影一花 柳明出现在了魂天碑旁 灰手打出一道法觉 魂天碑飞坏的缩小 落在了他的手中 千古在一旁看到此景 嘴巴张得老大 一个天象巅峰的妖宿 就这么轻而易举的 陨落掉了 阴沟鼻男子一死 周围的幻境空间 仿佛镜面一样 啪哒一声 纷纷碎泪开来 柳明两人眼前一花 重新回到了 幻魔秘境的黑色山谷附近 二人前方 一道灰色顿光 正朝着远处飞顿而去 顿光之内 灰袍蛇女的脸上 满是恐惧之色 现在才想跑 太晚了 柳明冷哼一声 手中魂天碑光芒大放 一个灰白色的领域 猛然扩张开来 瞬间笼罩了 方圆百里的范围 魂天碑上浮现出 三颗法宝灰纹 幻魔领域面积 扩大了数倍不止 灰袍蛇女 已被幻魔领域笼罩 眼中顿时浮现出了 迷蒙之色 脸上露出了 痛苦挣扎的神情 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柳明手一拍腰间剑囊 淡金色的虚空剑丸 飞射而出 一个模糊的 画为一柄百张大小的 金色巨剑 猛然披向 灰袍蛇女的波径 同时他两手一挥 六颗山河珠浮现而出 黄光一闪 画为六座 数十张大小的山峰 朝着灰袍蛇女 轰击而去 灰袍蛇女 不愧是天象巅峰的修士 如今幻魔领域威力大增 仍然没有使其一 完全丧失神智 他身上灰光一闪 巨蟒天象 飞射而出 护住了身体 但是他能够做的 也仅仅于此 下一刻 他便被 扑天盖地的金色剑气 以及黄色飓风 淹没在了其中 一阵轰轰的巨响 灰袍蛇女的尸体 明若无骨地 落在了地面之上 其搏镜的领海之处 破开了一个大洞 山口处布满了剑痕 灰袍蛇女一陨落 一直在不远处徘徊的黑鲜鹅群 发出一身鸣叫 片刻后 向着山谷附近的黑色森林飞去 很快便消失在了森林之内 柳鸣灰手打出数道法掘 幻魔领域闪烁了几下 消散开来 化作黑白两色霞光 倒卷回了魂天碑之内 他又打出了几道法掘 将山河珠 虚空剑丸 以及魂天碑都收了起来 脸色有些苍白 这一连串的打斗 消耗了他大半的法力 特别是暗中施展魂天碑的幻术 反制阴沟壁男子 更是消耗了他极大的精神力 说到底 这两个妖物体内被摩天种下了禁止 如今体内蕴含摩天的血脉 自然能够清晰无比地 洞察二腰一举欲动 柳明翻手取出了几枚丹药 吞了下去 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 青蛊面色复杂地站在了一旁 有些敬畏地看着柳明 似乎要说些什么 但是又有些不敢开口 柳明自顾自地缓缓地运转鸣骨绝 烈花体内的丹药 领海之中的法力缓缓恢复 轻忽了一口气 转手看向了青蛊 青蛊脸色微微一变 心中有些坠坠不安 远处隐约可见的那座山谷 既然被这两头妖兽守护 其中定然隐藏着极大秘密 此刻柳明若是想要杀人灭口 他可毫无反抗之力 青蛊长老不要多想 你我同为青蛊长老 柳明没有其他意思 而且此次能够击杀这两头妖兽 也多亏了有青蛊长老并肩作战了 柳明一笑地说道 柳明这一笑气氛顿时缓和了下来 不敢 能够将此二妖击杀 全是柳长老之功 在下根本没有出多少力 青蛊小心地陪笑道 好了 你我也不必你推我让地说这些话了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下面的这个山谷恐怕藏了不少秘密 就请青蛊长老和希儿在这里守护 柳明前去探测一番 如何 柳明直接说道 好 在下刚好身上还有些伤 正想再次调息一番呢 前方的山谷就请柳长老好好探测一番 说不定里面便藏了有天幻种子 也说不定呢 青蛊急忙点头说道 柳明略有深意地看了青蛊一眼 一直趴在她肩膀上的银色小些挑了下来 黑光一闪地化为了一个黑莎少女 主人 这里交给我就好 希儿淡淡地向柳明传言说道 柳明对希儿点了点头 身形一动 身形当即腾空而起 化作一道黑光朝前方飞去 青蛊有些惊讶地看了希儿一眼 随即便走到一旁盘膝坐下来 不多时 身上便泛起了丝丝的鸿芒 柳明朝着山谷的方向飞去 一路直上 除了遇到树头魔兽之外 倒也没有遇到什么其他麻烦 这些魔兽最多只不过真丹静的修为 自然不是柳明一河之敌 三两下便解决掉了 只是越积驴那座山谷越近 地下传来的引力便越发强烈 在距离不足十里之时 引力赫然又大了十倍不止 即便是它飞行起来 也变得迟缓异常了 如此半个时辰过后 一片乌云密布的连绵山脉 终于清晰无比地出现在柳明眼前 在摩天的指引下 柳明并未多想地直接飞身没入其中 并静止来到了一片环兴的山谷跟前 谷中黑气萦绕 魔气极为浓郁 颇为奇特的是 这座山谷魔气如此浓郁 竟然没有任何魔兽出没 或者盘踞于此 偶尔有些魔兽突经在此 尚身在百里之外 便突然身形掉转 远远地避开了这处山谷 绕路飞去了 柳明目睹刺警 双目微微一眯 瞳孔中紫光一阵流转 顿时将分布在山谷四周的防御禁止 大致的位置尽收眼底 看来此处便是前辈所说的 魔渊谷了吧 柳明喃喃自语了一句道 不错 说起来 当年我在此地可是花费了一番心思 布下了不少禁止 若是如今肉身上存 解开这些禁止 自然是手到心来 如今你拥有我的印记 以及血脉 按照我教给你的方法 想要破开 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困难 摩天黑黑一笑地说道 柳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随即心念一动 眉心处淡紫色光芒一闪 针磨印记浮现而出 双手掐绝 食指连弹不已 一道的法觉 全都一闪计适得 打入山谷之中 结果片刻后 山谷中当即涌出 无数的白色光点 一凝之后 就化为了一团团白色的光芸 凭空暴力开来 呲呲的破空声大作 密密麻麻的白色光芸 从光芸裂缝处击射而出 如雨点一般的朝柳明所在 狂射而去 一时间灵光刺茫狂闪 几乎将整个虚空 全都染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柳明先是一惊 但飞快的一瞎觉 背后金色法像一闪而出 双臂一扬 竟化为一大片黑茫茫的光霞 挡在了身前处 轰隆隆的爆裂声接连传出 漫天的白色光芸系在黑霞上 仿佛撞到了铜枪铁壁一般 纷纷一闪地爆裂而开 如此攻击 足足持续了将近一刻钟的时间 才渐渐地停息下来 随着白光连去 以柳明为中心 方圆树里的山峰竟轰然倒塌掉了 无数碎石泥土如巨浪一般滚滚地落下 形成了一大片碎石废墟来 摩天前辈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保证过 有你的血脉和针膜印记 破开此地禁止 犹如探囊起屋一般吗 柳明将法相已收 面色一沉地说道 说话声音不大 但却流露出了质疑之意 他完全可以想象 若非自己早有准备 此刻恐怕便要吃大亏了 即便如此 拧出天地法相相抵如此长的时间之下 法力也是耗损不小 看来此地的禁止过了这么多年 早已被那两个妖物给炼花了 但你也不必担心 由子文魔童相辅 找出破绽 直接施展魔化之躯 强行将之 破开即可 摩天沉默了片刻 如此地说道 柳明文言也二话不说 双足一蹬 其身形骤然悬浮半空 双目一闭 深吸了几口气后 口中开始传出 晦涩难明的咒语 随后其双目一睁 双瞳深处 紫色光滑大方 两道有如实质的紫色光芒 骤然射出 缓缓地扫过整片山谷 紫色光芒中 细小符纹流转不停 感谢收听 摩天计